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深夜时分 放下手机 李高楼才算是松了口气 如果不是林子洞那番话 他也不会翻开生死部 当真是千军一发呀 否则马王爷跟大金牙可真是凶多吉少 自己这位便宜岳父 真正是有情有义 居然跟大金牙两人呢 上京市替自己讨说法去呢 这件事的确出乎李高楼的意料 如果他们因此出了事 那他永远会愧疚不已啊 按照生死部上的提示 他们必须要在京市躲上三天 才可以返回东海 想来只要按照自己的安排 应该是不会出事了 老爹还没出院 依旧是李高楼一个人 关了灯之后 他总算是躺到床上了 这一天呢 也累得够呛 明天开始上学了 希望啊 能稍稍消停点吧 一夜无话 一大早啊 李高楼刚刚的到了学校 今天没考试啊 他打算看看什么书什么的 毕竟马上又高考了嘛 但是很快 学校教导出 通知了一条消息 为了缓解高三学生的压力 晚上啊 有一场柳川市高层组织的公益演出 到时候所有人呢 去客串一下观众 这种事情 对于无比压抑的高三同学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无比振奋的消息 看着二狗子手里边拎着梳子 那搔手弄撕的 李高楼就没好气的问他 怎么得你也要去啊 当然呐 你不知道我有多兴奋 这场演唱会脸 有康素素 二狗子的舌头都快从嘴里边蹦出来了 足以看出来他现在的心情 而康素素这名的确让李高楼也愣了一下 你如果说整个华夏 现在啊找出一名新生代的实力偶像 康素素绝对够格 哪怕没怎么关注过电视的李高楼啊 也知道他现在确实含火 你确定他会来 李高楼也有些好奇啊 相比之下柳川就是个小地方 所以这消息绝对是让人觉着意外 当然啊 那外边已经一票难求了 没想到咱们学校居然能有这样福利 不过工一演出 估计他也就出来露个面 二狗子看一样知道的还的确不少 居然很快说出啊这么多消息 李高楼点点头 他也想晚上去看看你 自己高考结束以后啊 就要进讹人岛那种地方了 所以现在应该抓紧时间 享受一下美好的高中生活吧 之后整整一早上的时间呢 整个柳川高中都因为这条消息而无比的兴奋 中午放学之后 李高楼去了医院 老头子还半个月才能出院 虽然医院那边有人照顾 不过咱们说自己也应该去看看 那是自己亲爹 没想到的是啊 他去了医院之后 却看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那位郭教授跟混血美女何思齐 两个人的到来让李北风觉得很茫然 因为他压根不认识啊 尬聊了半天 他才算弄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为自己儿子来的 所以在看到李高楼推门进来的时候啊 李北风赶紧让他们去别的地方聊 在楼道里啊 郭江没说话 何思齐率先出声了 李先生实在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跟您说声抱歉 好 那修理厂你们挖出什么没有啊 对郭江这老头啊 李高楼可没太多好感 毕竟他之前的那些做法的确是不太厚道 不过何思齐这个人 李高楼觉得还不错 虽说烟囱里边的宝藏这么多年过去了 跟何高安也没啥关系了 但不管咋说 那也是人家何高安留下来的 现在让自己卷包给汇了 总是有些愧疚 哦没有 我们已经停止挖掘工作了 之前给您造成的麻烦 实在抱歉 依旧和思齐说话 态度放得很低 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充满了说不出的魅力 实际上在经过了之前周子豪 他们被困井下的事情之后 文物局那边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挖掘了 说是会有危险 实际上摆明了就是周锋在故意为难 偏偏郭江他们又没什么办法 毕竟这种事情就是在周锋的权力之内啊 李高楼的表现却很是豁达 没什么抱歉的 你们想要继续挖也可以啊 想挖多久挖多久 毕竟现在那座修理厂也没什么值钱的了 自己呀本来就没什么损失 这时候郭江突然说话了 我们要走了 一句话让李高楼愣了一下 要走了 这就打算放弃了 之前是我们弄错了 江域那边今天早上传来消息 挖出了大批的文物 很可能与我祖父有关 李高楼不太明白 为什么何思奇要将这些消息告诉自己 不过他的确很感兴趣 毕竟何高安的那批宝藏都在自己手上呢 尤其是最后那口棺材里的羊皮博书 似乎记载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尤其是生死簿上 对于何高安这个人 默默默默默默默的提示和评价 究竟他在那个神秘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又是因为何种原因放弃了这批宝藏 而远赴海外 还有最奇怪的一点 明明生死簿上清晰的显示 这个人依旧活着 他的后人却一口咬定他已经死了 不得不说呀 何高安这个人实在是充满了神秘 这是那边发来的图片 好几样都记录在我祖父的笔记本上 何思琪说着 从郭教授手中啊 接过了一答厚厚厚的照片 眉头一皱 李高楼也接了过来 果然照片上啊 都是那些古董样式的老东西 不过看着看着 李高楼觉着不对劲了 那里边有几件古董啊 自己之前见着过 就是跟那些黄金在一起的 虽说当时啊 没仔细打量 不过现在倒是可以认出来 心里边觉着疑惑 难道说古董这种东西 重样的很多吗 一边想着呀 他故意将那几个都指出来了 何思琪的回答 让他确定了一件事 这几个都是被记录在笔记本上的 这回李高楼越想越觉得不对 所以呀也没有顾忌 他直接翻开生死簿 看了看何思琪去往江域的运势 重新抬头之后 他面色凝重 尤其是看着对面何思琪 跟郭江两个人认真的表情 你们 一定要去江域吗 毕竟可谈不上朋友啊 李高楼也觉着 接下来要说的事挺难开口 郭江立刻回答 一定要去啊 为了寻找何高安先生的遗物 我们已经找寻了两年多了 现在有了消息 没道理放弃啊 何思琪的态度显然也是如此 犹豫了一下 李高楼还是说 如果我说 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呢 说不定有人故意让笔记本上的古董重现 引诱你们去江域 没错 这就是生死簿上的提示 所谓江域的发现就是一场骗局 那些真正的古董 就在李高楼手里呢 并不是说 又挖掘出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何思琪没说话 郭江立马表示质疑 不可能 对方啊 是我在国内多年的好友 他们当时就说过 会帮我们一起找 怎么可能会是骗局呀 何思琪这回也开口了 没错 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 这回李高楼是真的不知该说什么事好了 天机不可泄露 他说的太多对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不是因为对面是何高安的后人 这些话他也不会说出来 严禁于此 剩下的只能看他们造化吧 那你们这次找我 到底是什么事啊 聊了一圈 李高楼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郭江跟何思琪对视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这女孩啊 从怀里掏出一只盒子 这个盒子 是我昨天晚上收到的 寄件人的署名是我祖父 收件人 是你 是你 我这几天 我那几天